各位兄姐妹,大家平安 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新眼光 今天是9月19日 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圣经 今天的圣经寄来在 彼得前书第4章第12节到19节 亲爱的朋友们 你们遇到火一样的考验 不要精怪 好像所遇到的是很不平常似的 你们应刚以分担基督的苦难为一件乐事 好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 得到充分的喜乐 你们若因跟从基督而受凌辱 就有福了 这表示荣耀的圣灵 就是上帝的灵在你们身上 但是你们当中有人受苦 不可是因凶杀 做贼 犯刑案 或好管闲事而受的 如果受苦是由于做基督徒 不要引以为耻 却要因披戴着基督的名号 而荣耀上帝 审判的时候到了 上帝家的儿女要先受审判 如果审判要从我们开始 那么 不信上帝福音的人会有什么结局呢 正如圣经所说 一人得救 已不容易 不前的罪人又怎样呢 所以 那由于上帝的旨意而受苦难的人 应该不断地以好行为来表示 完全信赖 那始终信实的创造主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曾经经历过如火焰般的考验吗 在基督里的侍奉与服事和挑战 处处充满着 很多不容易且艰辛的旅程 当我们想起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 被定 受死 埋葬 受人伤害的时候 我们是否也感受到 耶稣在当时候的处境 以及艰难 但是当主复活的时刻到了 他荣耀显现的时刻 充满着许多平安和喜乐的事情 也让我们看见上帝的荣耀 就藉由耶稣基督的死 而展现上帝的救恩 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每一个人在教会 在台湾 也许我们不会因为跟随基督 而受到很多的逼迫或者是患难 当然不是没有 就好像在我们当中也许 有一些人 你是自己到教会 家人都还没有信主 有些时候要出门前 也是有时候需要 面对家人的忍潮乐讽 有些人会觉得 我们信耶稣需要 每个礼拜去教会吗 有的人也许会嘲笑我们 为什么每一个礼拜天不出去玩 而要去教会做礼拜 很多时候当我们想起 这些人的嘲讽 这些人的亲事 都让我们想起做基督徒 有些时候有点辛苦 在台湾 这个民主自由的国家 其实我们跟随基督 没有人会说不 今天的经文提醒我们 初代的教会 他们许多的人 因为做基督徒 而受了很多凌辱 甚至是因此 而被别人 冠上不好的名号 或者是被人家 说成是一种 被教的分子 但是今天的经文 在四章十六节 他说如果受苦 是由于做基督徒 不要引以为耻 却要因批带着基督的名号 而荣耀上帝 很多时候当别人 对我们冷嘲热讽的时候 我们也会想要用过去的方式 以牙还牙 以眼还眼 以辱骂还辱骂 以暴力 还暴力的方式 但是今天的经文 提醒我们 不要忘了 你批载着基督的名号 你要荣耀上帝 审判的时候 上帝会在我们当中 有最终的结局 但是上帝的恩典 也会引领着我们 当我们经历各世 人潮热讽 甚至是经历苦难 当我们要学习 十九节的教导 那由于上帝旨意 有受苦难的人 应该不断以好行为 来表示完全信赖 那始终信实的创造主 跟随基督 不是只是说 我相信上帝而已 而是应该 在生活的各样 琐碎事物上 都能够见证 我们所信靠 那始终信实的创造主 愿上帝亲自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从不易的苦难当中 看见上帝的拯救和盼望 也让我们从今天的经文里面 想起 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受的苦难 让我们重新思索 我们与主耶稣之间的关系 也让我们再一次 调整我们自己的信仰态度 我们如果曾因信仰而受苦 我们要如何调整自己 面对这件事情的态度 或者是我们所做出的行动 求主的圣灵 继续与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同在 带给我们有新的眼光 从上帝的话语当中 得监力 受建造 盼望我们一起 从今天的经文当中领受 从上帝来的恩典及应许 也让我们继续用实际的行动 来荣耀 见证我们的主上帝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 我们感谢你 主谢谢你的恩典在我们中间 引领我们前行 主我们有些时候 面对世人的嘲弄 冷嘲热讽 我们的心会难过 不舍 有些时候我们以牙还牙 一眼还眼 但主 那都是我们有限的罪信 所引起的 求主你用你无限的恩典 来帮助我们 拆盘你的圣灵宝会 是提醒我们 要如何荣耀 见证主的圣明 让我们想起 我们披带的基督的名号 用实际的行动 带来 平安 和解 的信息 成为旁人的祝福和帮助 也让我们能够一同见证 我们所信靠的福音 因为有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盼望 求主圣灵继续与我们同行 愿上帝你亲自与我们同在 我们再一次将我们今天 早上所领受的这一段圣经 交在主的手中 愿圣灵持续在我们当中 带给我们有新的眼光和新的看见 我们将同心祷告 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愿上帝祝福你 以马内力